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高法明医庭助理审判员王林青本人故意所为 据央视2月22号的报道说 王林青说他拿回去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别人来办这个案件 实际上我拿回去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别人来办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案子从11年立案到16年年底已经经历了5年 在此期间我为这个案件的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我不愿意再让别人去办 王林青向调查组讲述其拿走案件卷宗材料时进行了调选 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是没有备份的留在了办公室的文件规当中 王林青还表示因为证券的材料 他们可以通过复印一审卷宗 而且证券的很多材料本身就有多份 可以重新再补出来一个证券很容易 那么他之所以把复卷中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留下来 就是因为他还不敢把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给拿走 心里多少有一些胆怯 所以把那些不可复制的材料他又留到了办公室里面 按照王林青的认罪和之前的举报 有网友整理出了王林青的所谓犯罪过程 第一 王林青明知办公区域有监控还去偷卷宗 第二 他偷走卷宗的第二天 向领导报告卷宗丢失了 要求快查监控 第三 领导查完监控之后 淡化处理此事 还告诉王林青监控恰晓都坏了 第四 王林青看没人管 担心被栽赃 跑到了网上曝光了卷宗丢失的问题 第五 随后王一度被抓起来 第六 在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的记录之后 王林青承认是自己偷的卷宗 这种思维和逻辑恐怕连福尔摩斯都很难以想象出来 也很难以理解 但这不妨碍联合调查组的结论的信誓旦旦 调查认为 王林青在凯奇莱案当事人赵发奇于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后 担任该案的二审核一厅的承办人 2014年 王林青应与他人违反规定 私自以最高法院某直属单位的名义举办 培训班并且私分半般利润被单位纪律处分 2016年11月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 由于此前在干部档案审查过程当中被查出了多处图改个人档案 受到了借免的组织处理 而未被推荐 由此对单位有了积怨 2016年11月25号傍晚 最高人民法院明依庭的庭长程某某要求王林青加班起草 凯奇莱案二省法律的文书遭到了王林青的拒绝 程某某告知王林青如果不愿意加班 就让别人来承办 王林青认为 在案件的收尾期间 将其整理出和议庭 对此十分不满 再加上前妻的积怨 就产生了藏匿案件卷宗材料 给单位制造麻烦的想法 据调查 王林青于当天晚上的23点的时候 到了办公室 将该临时装订的副卷拆散 把全部证券和拆散的部分副卷的材料 带回了家中 王林青向调查组讲述 其拿走案件卷宗的时候 进行了挑选 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 都留在了办公室的文件规当中 王林青后来在视频当中提到了四份 在新的二审卷宗当中出现的文件 包括了案件的流程表 是否申请回避确认单以及月券笔录 还有舆情报告等 均来自于当时留在办公室的材料 对于王林青在视频当中反映最高法院监察局对其打击报复的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的调查 确认不属实 调查出路之后 网民们纷纷的发出了崔永元要出事的预警 有网友担心 用不了多久 小崔可能又要再一次上央视了 直播 这一次他不是主持访谈节目 而是在央视认罪 陕西千亿矿权案又称 凯奇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案 是指2006年到2019年间 陕西榆林凯奇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发奇 与陕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之间 进行了矿日持久的合同违约诉讼 因此是涉及陕西北部 榆林恒山县 榆恒矿区北区 面积339.2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15.68亿吨 可开采量10.98亿吨的 波罗田井价值千亿的矿权归属 被舆论称为陕北千亿矿权案 以上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望 再加写刺 将一个数据 进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